记者施小光台北报道,以往监察院移送工程会审理的弹劾案件,有时一拖多年没有结果,让监察院背了很多黑锅,在今日监察院院会中引起讨论,并决议要求发言人、秘书长傅孟荣应就院会重要事项向媒体说明。 根据监察院指出,仅该院弹劾移送工程会审理的案件至今仍有25件未审理结案,其中有13案停止审议当中,为了不再背黑锅,该院将上网公布让外界了解。 监察院副秘书长徐海权进一步说明指出,昔日工程法规定弹劾案行任责任如果以刑事责任论断,可以等刑事审判确定后再行审理,但依照105年5月修正施行的新规定,只要经一审判决,即可恢复审议。 但工程会对于工程法修正施行前的既有案件如何处理,一直没有定论,并提出假,已,并三重见解,其中假说认为应即恢复审议,已说认为就按在工程法修正通过潜力案,仍可适用就规定停止审议,并说则认为工程会可依个案认定, 直到去年5月工程会举行法律座谈会才决议采纳并说,根据监察院指出,工程会去年5月决议后,根本没有告知监察院,直到今年初在其他移送案件机关关切并告之下,监察院才知道相关情形,因此明日监察院司法及预证委员会将为此进行讨论,徐海全指出,由于工程会停止审议案件, 让监察院背了很多黑锅,在25件为审议结案的案件中,有13件为停止审议案件,其中有7案迄今尚未完成一审,6案已经一审宣判,为了让相关案件追踪更为清楚,监察院决定上网公布让外界知道,根据监察院统计,已经一审宣判,但工程会迄今仍未恢复审议的6案当中, 时间最早在民国98年监察院就已经提案弹劾,其中教授外界瞩目的案件包括前总统府副秘书长卓荣泰,前总统办公室主任马永成, 林德逊及前总统府机要专员陈振会等人所设国务机要废案,以及前南投县长李朝兴收受厂商回扣案等。